身為跑者的你,還在這樣做棒式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是我現在的體能訓練師 那為什麼你說我剛剛做的那個平板棒式不好呢? 其實我們說平板式、棒式或是plank 這些不同的名字都是在講說我們的姿勢是耳、肩、寬、膝蓋到腳踝 是成一直線 其實也就是一個良好的站子 所以站好的話其實是做了一個很好的棒式 那很多時候我們會喜歡在地板上面對地板來做這個動作 說是訓練我們的核心 這個說法完全沒有錯,只是呢 因為我們是跑者 那這個動作我們是一個定向面對地板的動作 但我們跑步都不會對的地板好 所以問題的話我們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讓它更適合更接近你的跑步動作的話 對跑者的幫助會更多 那我們就請我的體能訓練師Drip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跑者B做的幾個核心訓練吧 OK 好,我們提過的平板式、棒式或plank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曲感 從肩膀到肝關節骨盆這一段 利用地板的這個直線來做一個輔助 所以我們喜歡先躺姿 而不是喜歡先從趴姿開始 然後我們第一個動作啊 從蝗蟲池Gapbar開始啊 就請他從躺姿開始之後呢 腳呢慢慢的上來 膝蓋啊 我們就定位在這個肝關節骨盆的正上方 膝蓋後面能成90度 腳踝的地方放鬆就好 雙手的位置我們直向屋頂 好,寬度就跟肩膀一樣看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會請他 把肚子的力量啊 往下延伸找到地板 所以我的手會試試看 從下背穿過去 看有沒有縫隙 或者是我會拉的衣服 如果衣服能夠被我拉走 表示力量還不夠 像這樣就很好 不會被我拉走 好,在這個位置呢 我們希望他的動作啊 是鼻子吸 嘴巴節奏盡量的放鬆 放慢 等一下把我鼻子吸的時候呢 左腳心輕的位置90度 讓你腳可以碰到地板 吸氣慢慢的延伸 輕輕碰到地板之後 鼻氣回到股門的正上方 然後幫我換腳 OK,做得好 我們動作可以做到30秒到1分鐘 進行就好 盡量讓用力的感覺 擠動在肚子 尤其是下腿的地方 下腿呢 盡量比較有出力的感覺 維持穩定 好,這個動作的蝗蟲式呢 一般容易發生的錯誤啊 都在於下半身的動作有點過大 所以在單邊進行的時候 骨盆啊 會有一個翻轉的動作 讓下腿產生一個不穩定 而腹部啊 核心的地方 很難進行出力穩定的動作 他就失去了這個姿勢的目的 能夠把這塊的距離穩定 成最重要的地方 下一個動作啊 我們做的是一個側身的板式 那很多時候我們說 臀大肌啊 臀中肌必須要啟動 來幫助你穩定膝關節 臀中肌的動作啊 我們叫做 頭外展 也就是我們把這個腳 往上抬 就這個動作 臀中肌在用力 好,放鬆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彈力帶啊 綁在也許是膝蓋上緣 或是腳踝的地方 來增加這邊肌肉的使用 那這個動作很好 那我們嘗試一下 在地板上 一個穩定的環境怎麼做 首先呢,側躺的時候呢 幫我啊 眼睛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腳 從股盆到腳跟啊 有沒有一個直線 有的話 我們讓動作感度一開始 不要加得太高 所以你地板的腳可以幫我 往後勾90度 膝蓋是互相交接 OK,很好 好,上半身的地方啊 當然脖子不要縮 或者 右手 地板的手撐地的時候 我會建議整個手掌啊 有抓地的感覺 幫助肩胛骨的穩定 好,洗動的時候是重一點啊 因為如果你突然撐起來 我很容易是要下背或是腰來重力 先幫我鼻子吸 嘴巴 膝蓋用力推地板 屁股輕輕地扶一下 好,需要呢 不只是下面的屁股會用力 還有下肩的側腹會用力 好,再一次 鼻子吸 吐氣 膝蓋用力推地板 屁股撐起來 然後輕鬆下來 跑步也需要有耐力訓練 也需要間歇訓練 那為什麼核心要做這些呢 當你的核心訓練 不夠有專項性的時候 其實對於你在真正的跑步當中 才能發揮的效果 可能就會有所打擊 所以其實核心肌力訓練 也需要有一些專項性的動作 來加強你的跑步專項時 所需要承受這些強大的重力 那今天這些呢 就是簡單分享平常我在這邊做體能訓練的一些動作 給大家知道 那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些訓練方式 讓你的跑步動作 也可以更穩定的情況 來完成你的目標賽事喔 那當然如果你對我的體能訓練師 ROOP 他的一對一訓練也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資訊這邊 找到他的聯絡方式 非常厲害 個人超對的 好 那我們影片差不多就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小鈴鐺的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 掰掰 掰掰